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国警察局青春专案 五红选都不一样的形式 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 有着要鼓励青年学生 在这个苏格 有比较更正当的表现活动 第一次来自伴地創意 为度比赛 倾到很多学生报名参加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极力 最后由到专业的评信 来评算之后 驾驾来自伴地伴中专业 最后来自伴地伴中专业 最后来自伴地伴中专业 贴面中专业 五位十四位都会 都是由青少年发挥自己的 創意所創作的 这是有点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 会在乎学生在黑暗时 有政党的休省活动 在今年这位分 尖对青春专案 特别来基盘为度比赛 经贵专业老师冰算了后 今天来基盘班中专业 总共有24位学生 欢喜来领奏 我们分局这一次 为了青春专案 那特别举办这个会话的一个创意比赛 那也是跳脱以往的一个方式 那最主要是因为疫情 避免人跟人的一个接触 那我们这一次的会话比赛 可以讲说让我们的所有 国中高中的同学 发挥他的创意 当然我们聚焦于毒品 还有暴力 还有诈欺 或是性剥削 这类型的案件 我们希望青少年 尤其是利用暑假 这两个月的期间 我们借由这样的活动 来提醒我们青少年朋友 要有一个正当的休闲 那不要尽量的 避免去接触这些不乏的 就从着海报到外公子的过程 让孩子了解 毒品、诈骗、脈肉、拔绞 这些危害来进一步去思考 这边说去逢骗去 日本这个外公 除了可以发挥 孩子的创意意外 当时也借这个机会 让孩子有发力 跟派对外公子的关联 提起分局也会将专专的作品 放在冠红的社群围里面 让大家来欣赏 合分局赞!赞!赞! 在这里是乌中西区 彩虹报道